来 哇 终于可以看电影了 哇哭 哇 好大 是真的放电影吗 大家好 哦 天哪 我妈 一泽 我是妈妈 华姐 惊喜吗 爸 哇 你们觉得很偏我们 哇 你这样搞这一趴都没有想到 其实我的家人是很少夸奖我的 我在透过大一幕看到他们 就是说他们看到我的好 我很开心 彤彤 你好 在节目里看到你感觉长大了很多 他都是推着轮椅的 然后他还会去帮饭做好 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 但是 你真的 在我的人生中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个 真的很学习 哈哈哈 你好 大家好 其实我妈一出来我就受不了了 因为平常她如果想我的话 她就去房间看看我的东西啊 我就觉得平常有空的话 我应该要多回去陪陪家的 行啊 你从家都生来来给你带牙里 从来没年快都来来 来来外面 你也不带牙里 对 因为她说姥姥嘛 每次回台湾的时候都会去她的墳墙 然后跟她说很多话 她是最支持我的人 我的每首歌她都会唱 嗯 然后就是每次回回到家的时候就有一种往前进的动力 我爷爷对我非常好 时间的流逝 亲人的不见 就越来越觉得说 真实 那么 你从一个 有儿盆里 不听东南大人一通办事的小乐喊 慢慢地成长了起来 出去床单之后 你想证明给他们看 自己 怎么男人嘛 我就是想着以后就对 给他们更好的生活 或者说让他们 为我骄傲 看到可爱胖胖的我 有没有很感动 要哭了呢 春节回去那天 大概可能下午两三点才会到家 她早上11点在门口等我 因为天气很冷 然后我跟她说 你为什么要在那边等我 她跟我说 因为我害怕 就是 可能你回来的时候我可能不在 就会说 想要多陪陪我吧 好连啊 一路走来 我是看到你的努力 你是我的骄傲 我很替你开心 因为我很久没有回到家 我妹妹就是开始有点不认识我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那种感觉 就是突然生疏了 就突然真的是完全不说话 和她就接触她会避开你 然后就觉得 啊 我不认识这个人 这样 就感觉 完全像一个陌生人一样 做哥哥的真的很难受 老爸在微波上 了解到你的膝盖成伤又复复了 现在好些了吗 家里面的人永远是不会催你说 你去多赚钱啊 多出名啊 或怎么样的 他们永远在意的说你身体好不好 你吃没吃好睡没睡好 你跟大家关系处得怎么样 他们永远离不开这三个点 儿子 感谢观看